台湾中游桃园炼油厂 今天清晨6点42分传出气爆火警 巨大的爆炸声把睡梦中的民众吓醒 赶紧通报消防队 警销人员接获报案后 立即派出40台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往现场 当时炼油厂明显可见不断冒出的火焰 火势一度蔓延 经过近百名消防人员一个多小时的抢救 在7点半左右大火大致已被控制 消防局表示 起火的主因是户外加热炉的炉管破裂 燃烧面积大约50平方公尺 虽然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但整个事发过程仍让民众感到害怕 根据附近一位住户表示 当时他正在做早餐 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往窗外一望 就看到超大橘红色火光直冲天际 光是爆炸声就持续十多分钟 而爆炸也让炼油厂周遭的房子都在震动 有人还以为是飞机掉下来 当下只想赶快逃命 更有民众在顶楼拍下燃烧的火焰 直言大火像火焰枪 针对这次的爆炸 终由发言人毕淑倩指出 炼油厂的第二家新脱油工厂 刚经过一个月修缮完毕 今天早上才重新开炉 因此不排除是启用时 加热炉管泄漏才导致气爆 详细起火原因还有待调查 新闻时事报杨彦正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